3 2 1 魁威36年汉威战士独行侠在全球拍出亮眼票房 堪称近年最完美的世纪电影 也让不少资深影迷跌入年少时的热血回忆中 1986年5月19号上映的汉威战士第一集 当时在全球累积3.5亿美金的飞房票房 除了刺激的空战场面之外 动人的情怀和热血沸腾的革命情感都让人印象深刻 而虽然拍摄技术的眼镜 蓄集了视觉张力和临场感更强烈 但也保留了许多经典桥段 包含阿汤哥其重机的帅气 同袍在酒吧弹琴唱歌的片段 当然第一集还有这一段演员大秀 健美身材 却评价两节沙滩排球桥段 市集则是改在夕阳下打海滩美式足球 但依旧保留致敬的味道 而最让台湾引民津津乐道的 就是片中阿汤哥拿出当年的飞行夹克 原本预告片中没有出现中华民国国旗 但正片播出却又再度出现 让影迷又惊又喜 网路上有出版社主笔就特别解释 夹克背面的秀章出现 美国联合国日本和中华民国的国旗 代表的是1963年到1964年间 参与美国海军加尔维斯顿号远东十一任务的纪念秀章 四面国旗代表所到过的任务区 但为了这个国旗争议 其实电影三年前释出的预告 就曾经把日本跟台湾国旗拿掉 一度传出是中资政治力介入 而这部歌颂美军军力的作品 确实也让中国企业腾讯原本打算投资 却传出因为中共的压力 巧巧特斯 另外系列电影当中的战机 也从第一集当中的F-14熊包式战斗机 进化到F-18大黄蜂战机 世界片中还有一次SR-72超高速战机的影子 由于片中的模型机快逼真 据传还引来中共间谍卫星特意拍照 均无彩蛋眼球的捍卫战士续作 另一大话题 都是新闻 江一清 严维只报道